当我们真正有理智 就会下对抉择 诸位朋友 抉择当中 有一个抉择最重要 抉择你的思想观念 责念 诸位朋友 您现在的思想观念 处于什么状态 为什么思想观念这么重要 思想决定你的行为 行为决定你的习惯 习惯形成一个人的性格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幸福 从哪里就见真章啊 思想 我常会问朋友 你是炎黄子孙吗 怎么没声音 诸位朋友 您不知道你们现在 正在万幸宗祠之下吗 所有的祖宗 在等你们的答案 他们快要垂泪下来了 你们是炎黄子孙吗 是 好 一个孩子 假如从小 在美国长大 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长大以后 我们可以保证 他的血液 一定是正统的中国血液 他的思想呢 他的思想呢 好 思想重要 还是血 血统重要 血统不会影响你一生啊 思想会影响你的 一言 一行 所以我们做人要重实质 不能重形式 那我们现在来检验一下 我们的思想 是炎黄子孙的思想 还是其他的思想 各位朋友 您心中有答案的吗 现在社会 我们明显 看到 人与人啊 发生冲突 现在父子有没有冲突 有 打开报纸 很多情况 父子冲突 兄弟呢 冲突了 很多的法院 越盖越大 为什么 冲突变多了 他们处理不来 越盖越大 夫妻呢 离婚率啊 节节盼顺 所以人跟人冲突 团体跟团体呢 我们看到 很多的团体啊 互相攻击 互相比判 冲突了 国与国呢 今天翻开报纸 假如你没有看到战争 你会觉得很欣慰 几乎每一天 都有战争发生 阿姨 我 我 我 不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